為什麼最近錄音前都會有這個儀式啊 對啊 為什麼 最近只要是錄音前 他就會開始轉寶可夢欸 我覺得不是只有錄音前 是他一直在轉寶可夢 只是剛好我們現在要錄音而已 沒錯 所以他反而覺得就是 錄音打斷了他轉寶可夢 沒有 其實這是可以一心多用的 因為我們今天錄音是一個 遺地訓練 來到一個特別的場地 對 所以通常到一個特別的場地的時候 你就會打開寶可夢 因為有可能會出現稀有寶物 第一個你會先打開 先確認 補給站有幾個 一個一個OK夠用 然後接下來有寶出現了 趕快抓一下 像我剛才抓到一隻變色的吉利彈 哇 有沒有看過 吉利彈本來是粉紅色的 所以這是少見的 對對對 他是綠色的 哈哈 好啦回歸正題 小迪康真的是一來就說 欸你這邊有補給站 然後我們所有人傻眼 想說他在說什麼 他就轉著手機 然後在那邊微笑 才知道我原來是寶可夢的補給站 沒錯沒錯 小迪前幾天 好像在他限動發一個文是說什麼 就以後賣房子 可以把寶可夢補給站 當成那個附加價值 就說我這房子附近有兩個補給站 可能房價會賣的比較好 沒錯沒錯 對 我本來沒有覺得這怎麼樣 可是因為小魚兒他的地方是 一個補給站都沒有的 所以他的寶可夢球非常稀缺 哈哈哈哈 然後因為他應該說很稀缺 我就永遠不太懂 說那不是都可以轉嗎 然後後來才發現 欸我家我房間的話有三個 然後他就說哇有三個很棒欸 我跟你講最屌的 是我走到我阿嬤房間變四個 哈哈哈哈 變四個欸 轉到你就是 你都要把寶可夢的球丟掉了 因為寶可夢的球有分三種等級 什麼一般的 然後什麼大師球 超級球之類的 然後一般的我就把它丟掉 然後甚至我還可以挑 挑商品就對了 因為太多東西了 欸充滿熱情欸 欸有在玩的真的很瘋狂欸 你知道就是我們也很多同事有在玩嗎 喔是喔 積得超強的 哈哈哈哈 積得超強他教了我一堆攻略 然後給我就是什麼下載連結啊 去查看你的寶可夢 然後還跟我說欸 拜託你有經過公司樓下的話 幫我打一下道館好不好 哈哈哈哈 因為道館打不掉 哇 對啊所以 瘋的人很瘋啦 我相信這個房價可以加一點分量 他已經住在精華地段了 對啊 他來了這種我們下鄉 就會覺得比較 四個是怎樣啊 四個很誇張 點個眼光獨到 對但有一個以上都非常棒 至少可以補給嘛 對不對 哇 好啦那今天就是大家 首次來到這個 狗之工作室 沒錯 那今天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這邊的一些 我不知道分享什麼 哈哈哈哈 你先不要講話 你先讓阿翔講話好了 因為阿翔是第一個先到的 我一來我就 哇 哇這好讚喔 哇欸 你這個東西跳得很好欸 哇 你這個在哪買的 哇靠 哇 然後我大概這樣一直晃晃晃晃 然後在彼此晃了大概有15分鐘 就是一直折折撐起 他來的時候情緒很滿對不對 的確是滿滿的 他就一直哇 然後哇到後來 因為我想說我也不能多講什麼 因為想說我要留在錄音才講 對我就一直接受他的哇 對 只是這15分鐘後 他就沒聲音了 然後後來想說 欸這人怎麼安靜了 就轉頭看他在喝湯 哈哈哈哈 他哪來的湯啊 你自己帶湯 我跟你講我剛剛超不要臉的 跟老闆說 然後我可以少東西吃嗎 就是我剛剛喝一個冰的東西 要餵你也不太舒服 然後就拿湯給我 然後我就問思考說 如果我現在把那個湯 灑在他的沙發上 他會怎麼樣 就是我可能會死 沒有我沒有這樣說 我只是說我會把你做成沙發 他那個眼下自己做 他會死 你會永遠住在這邊 我會死掉了 每個地方都有巧思 他的所謂的最低限度 就是不只是我們的101 大概是太空等級左右 就是 你是要在火星製造一個 就是你知道 殖民站 對殖民地 就是誇張了 就是 欸光看展示櫃 然後你看這三個櫃 然後這櫃上面又有好東西 對 然後你看他每個選品選物 哇那個質感 基好 因為我是比較晚到的嘛 所以我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就有個心理 我本來 感冒還沒好 感冒還沒好 我本來就有個心理玉璽 我想說 剛才思考的什麼最低限度 就絕對不是我們的最低限度 對 因為他本來講的一副說 我就是買一張床 那個可以睡覺 然後跟一個工作室的這個桌子就好了 對 一打開果然完全不一樣 欸彷彿來到一個全新狀潢的新家 欸的確就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我一進來以後 我就看阿強 阿強已經精疲力盡了 他那個是已經被振折完了 那個 我被打倒了 他整個倒在那裡就 哇操 這太誇張了 我知道他已經被振折完了 沒錯 對 那我進來其實也蠻驚艷的 因為我覺得 我也算是有看過 房蠻多的裝潢設計 所以我一進來就很驚嘆 就哇 先看了一圈 然後我特別先去看一下廚房 對 然後廚房的設計 欸很棒欸 很有質感 因為一般現在標配的廚房 其實都是比較 塑膠感多一點的顏色 但他的是用一些木紋 然後深黑 就是木質調的 就是哇 欸這個本來就配這樣 其實是非常有質感的 啊 對啊 然後就再看一下地板的配色 地板配色是比較輕的 然後石膏的上面是一些 他用的一些鐵劍啊 搭配是一些黑色的 所以是比較重 搭配起來有一個風格 對 然後我繞了一圈發現 哇他的吉他擺的超正超好的 每個公仔就是 感覺每個間距都量過 你知道嗎 他每個植物看起來都 間隔都30公分 哇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看起來這邊亂的就是我們兩個 哈哈 我跟小姐 對 我泡泡丟在地上啊 然後帶來的袋子也是亂七八糟的 那個治理名言欸 果然啊 但還是有點超出我的預期蠻多的 欸是喔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像什麼 但總而言之這個想像 比我想像的也更讚 對我本來預期是在更低一點 就是說喔 除了床然後工作室 然後他擺了一些燈 跟一兩個植物 大概就這樣啦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簡約 很乾淨的地方 那一進來有一個算半沙發啦 沒有腳的沙發 有地毯 植物我眼前就看到四盆吧對不對 沖泡咖啡的器具 然後有這個算是 這算什麼積木嗎 有一台車車 樂高 四五本書 每一本書都全部直聽聽的在那裡 全部都90度的立正正好在那邊 一點歪都沒有 好啦反正就是理解了 我還能說什麼 這不是最低嫌毒 那你怎麼看 你覺得你這個設計狀況的 設計理念嗎 好我要從何講起呢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老實說都是IKEA買的 我那時候也是設定啦 就是說不要多買 其實真的都是每一個都用到 那個小屁 真的啦我每一個解釋 每一個買都有理由的 對那我覺得到時候 可能這一集上的時候 我就搭配一些圖片好了 讓大家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這樣子 因為小迪剛剛其實一進來 誇獎很多廚房的東西嘛 那廚房都其實與我無關啦 就是房東很會買 對很厲害 那我這一次其實 我在買IKEA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 這多年來的一個心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IKEA雖然很多人會去買 但它其實 老實說你要說它CP值很高嗎 我覺得 有一點點不一定 因為IKEA其實 它很多東西很便宜 但是你會發現它其實都是那種 有點像壓縮的盒板 對 對那那個東西其實碰到水 很容易就死了 哦 對所以其實我這一次在買IKEA 我很清楚的避開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它是木頭的東西 我都不買 哦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想要的風格 也是比較偏向簡單一點的 對所以其實買鐵件會是最合適的 然後我發現呢 其實IKEA的鐵件呢 還蠻不錯的 蠻簡約的 對你可以發現我每一個櫃子 其實都是鐵的 我這邊沒有買IKEA任何木頭的東西 對 對這是一個 一開始就設定好的 對因為如果IKEA你要買到真的它 超級石木的東西 它那個北歐風又會太重 我覺得整體來說 我也沒有設定什麼風格 其實我就是簡單的一直去 堆疊一些小小的鐵件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在布置的過程中呢 我有發現我好像喜歡有一種風格 你說 那我也是這一次才學到的 好像叫MCM 嘿 這沒聽過耶 MCM不是一個家具嗎 叫做Mid Century 中世紀摩登 對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你在IG上搜尋MCM的風格 它就很多用一些很復古的家具 然後一些鐵件 對摩登復古 就會很有曲線的那種 然後顏色都會蠻特別的 對 所以我也是這一次才學到 但我覺得我沒有很追尋這個 但是因為你心裡有一個這樣的模板 你就會盡量朝這邊 就會去買一些比較 像什麼復古的小燈啊 然後比較鐵件啊什麼的 對像那個桌邊櫃 對它就有一點點那樣的風格 所以其實整體的風格 我的買東西的選品 大概是這個概念 然後我不是一直跟你們說 我不買沙發嗎 這兩個其實不是沙發 啊 它其實是那種日式座店 對它叫做合室椅 不買沙發的原因是因為 後來看到最後沙發實在是都太貴了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大部分時間 這邊其實不會有太多人 而且我回來就在寫城市 我根本不會太常坐在沙發 那就是買一個好像可以坐著的地方 然後又有點chill 那最後真的是找到那個Nitoli 它有一個合室坐墊 然後它又可以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如果有三張 它又可以三張定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CP值蠻高的組合 理解 那只是跟我一開始的想像 真的是差非常多 因為你本來想說 你租的這個地方是空屋 所以空屋一打開是什麼 就是家土四壁都是白牆 然後所以白的牆的狀況下 OK 塞了一個床 多了一個床 然後有一個桌子可以工作 你說不會沙發 所以我想好吧 那客廳可能是空的 一打開 跟我不是這樣 就根本不是 可以理解它不是沙發 但就是 可以理解它不是 它沒有要屌你的那個 是 是 同個概念 你不要再唬爛了 可以理解不是沙發 給我認清吧 它就是沙發 但如果跟沙發比這個便宜非常多 因為就連阿翔上次貼給我 那個什麼沙發工廠的那個 其實那價錢都也是 這個的不知道幾倍以上 對啊 那我覺得屌的是它 老實說你真的拆開來看它的元素 老實說你不會覺得 真的單品單品都 你可以理解不會到的太貴 可是它湊起來 其實就是真的還蠻有質感的 沒錯 對啊 這空間就是你用 哇欸其實你可以開一個 什麼設計公司之類的 哎呦 就是用很低價 CP值高的方式 叫人家裝潢 我還有一個設定是說 因為客廳對我來說 我就只是回來做一下的地方 所以我也沒有要放電視 所以我也不會有什麼電視牆 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一進來 它其實就比較像是一個工作的小空間 那只是這個矮櫃其實我找超久的 有一天我去逛IKEA的時候 它反正它就是在某一個角落 它擺出了這個櫃子 然後剛好就是這樣子擺 對然後就打到我了 然後這個櫃子它其實 本來不是這樣子用的 它比較常是拿來定在牆壁上 你會放在你的浴室啊 或者是你的廚房 然後直接箱在牆壁上面這樣 它比較小單獨拿來用 然後是那一天 就剛好在那一間的IKEA裡面 它就可能在佈置的時候這樣子做 我才發現 欸幹原來可以這樣 而且這架子看起來超簡單的 哇欸那我想問 因為你剛不是說你盡量不要用木頭嗎 可是你的那個餐桌 對 是木頭而且超好看的欸 好餐桌這也是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沒錯 到底要不要買餐桌 這也是我一開始猶豫的點 那我為什麼要買餐桌呢 就是啊其實我回來還是會吃宵夜嘛 我需要吃宵夜 那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稍微吃東西 就會開始想到 那稍微那就是買一個小桌 可是一開始我是想說 因為有時候你們會來嗎 或者是有一些約朋友來的時候 如果只有一個小桌 那我可能不服使用 而且我其實這個室內放眼望去 已經沒有其他桌子了 所以餐桌 有可能會是我這邊 唯一一個可以提供社交的 一個小小的桌子 要不要沙發去這邊啊 但沙發去很難吃東西 只要有心都可以吃啊 他會說東西不要掉 不要掉 這邊不能吃塊 我有朋友家裡就是這樣啊 就是在客廳是不能吃東西的 要去餐桌那附近 欸其實我剛剛就突然想 我可能犯了大忌 也是說我怎麼在這裡喝湯啊 我覺得真的沒關係 老實說我真的不在意 你在我車上也吃了一堆東西 我有說什麼啊 但我寄到現在 沒有啦 真的沒差 我真的沒有在意這個 再回到這個桌子 所以桌子其實我一開始是想說 欸那有可能會多人嗎 我就想說可能有 有可能有時候會有四五個人 需要在同一個桌上吃飯的場合 所以我一開始鎖定的其實是 IKEA它有一個可以折疊的桌 就它平常是兩個人 但是它翻開來可以做到四到六個人 嗯 對但是後來呢 欸又有什麼東西猶豫了呢 價錢 因為那個很貴 喔 那個折疊桌可能 我記得好像七千多塊吧 對所以我就覺得哇靠 我真的要買嗎 好貴 而且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都只有我一個人 那我要為了那個 可能只有一趴機率會出現的場合 然後花這麼多錢嗎 很酷 第二個我一直猶豫的點是說 它那張桌子的顏色很淺 嗯 就是淺到不是我們會喜歡的那種淺 有點像這個地板再更淺一點 對各種考慮下我就一直超猶豫 所以這樣桌子我就一直拿不定主意 然後我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要幫我買 然後也是那一天去看這個鐵櫃的時候 那這些晃晃晃的都是我一個人 前陣子很常一個人在IKEA裡面 然後待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跟自己對話 嗯 因為我要找到CP值最佳解 對 好然後我就走走走走走走 就有一個聲音吸引到我了 一對老夫婦 然後他坐在就這張桌子上面 然後在那邊一直摸說 欸這個很棒欸 這個東西超棒的欸 欸這個多少錢啊 然後很棒 因為我聽到這聲音 我想說欸什麼東西很棒 然後我就轉頭 然後看到他們就坐在這張桌子上面 我就覺得欸 看起來好像真的不錯 然後我就在旁邊一直看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那邊誇獎這張桌子 欸這張桌子真的很棒欸 你看有這麼便宜 哇 然後他就開始問店員說 啊這個東西要怎麼買 你們會幫我送來嗎 什麼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當下好像決定 想要買了 嗯 然後我就覺得欸 這不妨是一個選項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可能大部分時候一個人 但你硬要做四個人 其實也還不是不行 對 就是好像還是算一個不錯的選項 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看了看了 越看就覺得好吧 那就是他了 因為他價錢可能就是不到他 我們原本那個的三分之一吧 哇 那他真的很讚欸 因為我覺得他的木頭顏色也很好看 對 所以我就謝謝那一對老夫婦 他講到質感 因為我本來玩 他這個在超一個超角落的地方 喔 然後我根本就是沒有注意到 嗯 對然後因為我以前 一開始也有設定要買一個圓桌 然後之前我在IKEA的網站上 好像有看到這一張 但他在網上看圖片就沒有那麼可愛 喔 所以我沒有覺得這是一個選項 我也沒有放在心上 但只是那一天我才 那兩個老夫婦的介紹 我才連結在一起 真的一直摸 對他們一直摸欸 這真的很棒欸 這真的很棒欸 欸你知道這是什麼啊 這是口碑行銷啊 你知道我昨天去逛Costco的時候 然後因為Costco內湖店就是分上面跟下面 那上面其實都是賣一些家具啊 然後跟一些飲料 那其實一些酒類香檳會放在樓下這樣 然後但我在上面逛的時候 我就看到欸 有一個很像香檳的一個很像什麼蘋果起司 還是什麼之類 我就看了多瞄了一眼 但我想說啊 可是主戰區我應該要下去買才對 但就是我就晃過 然後就有一對情侶走過來 那個男人跟那個女人說 欸我跟你講這超好喝的 然後他一講完就過來 直接把一手拿走 我想欸 真的 有人說超好喝 那可能真的好喝喔 所以我就在那邊看了一下 欸不然我也拿一個好了 他完全沒有猶豫 他跟那個女人說欸這超好喝的 他手就抓過來了 所以我們就跟著買了 對我們晚一點來試試看有沒有真的超好喝 因為Costco都會相傳一些CP值很高 然後什麼哇這個單品真的很好喝還是什麼 像之前有推什麼厚奶茶啊 什麼大家都會搶嘛之類的 對反正對口碑行銷 好啦那這桌子也是買的蠻好的 對然後這個桌子 因為它其實展示的時候它有一個椅子 對但椅子我就沒有買了 又回歸到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如果只有一兩個人 其實根本不需要有一個 還有一個靠背的椅子在那邊 我會覺得 它的使用率太低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原本搭配的那個椅子呢 那兩個老夫婦說 啊這個桌子不錯 但就是這個椅子有點醜 我被影響了 威力好強喔 他頭有品味啊 威力好強 然後我就在想 喔原來這個是醜 好 那我就試試看 嗯的確那剛好符合 我本來也沒有想要買那麼好的椅子 那就OK那我就只買桌子 好讚喔 然後所以這個凳子就真的就是 像我們工作室超多這種 我看這是我沒有想要來這裡 以後會看到他欸 欸真的 他起上最愛的椅子 對啊這CP值很高啊 CP值高啊 對啊對啊就是好做嘛 然後它疊起來又好看這樣子 啊 我看到兩個商機欸 你說 因為昨天在上課嘛 老師在教一些核心競爭力啊 然後那個用戶的痛點 第一個我發現的痛點是 就是你可以開一個軟裝公司嘛 就是你剛才說的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想要佈置一下家裡 想要用CP值 然後最便宜的方式 打造出一個有質感的空間 我覺得 資稿就可以開一個這樣的服務 我覺得蠻有搞頭的 對因為如果幾萬塊 然後可以重新打造你的房間到一個 因為我剛才有一種覺得是 欸你可以在那邊開那種很像私處咖啡廳 就是它的每個地方都很乾淨 然後很俐落 所以在這邊你會很舒服 我會覺得這環境很棒 嗯 對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商機 然後另外商機是 因為你知道行銷已經做爛了 什麼口碑行銷網路行銷各種行銷 欸還有這種路人行銷 那個老附近就一直在那邊就好了 他可能五分鐘表演一次 欸我覺得銷售量會超高的 我覺得是 我跟你講把那些是 我覺得是 那些賣場試喝全部都給我淘汰 你就是一直有人在那邊說 我跟你講就吵了 感覺對啊 欸我跟你講這扭肉超好吃的 然後就拿 然後我拿了以後才再把它放回去 看銷量就會爆炸 這超屌 這真的會被影響欸 對欸 因為短時間就有這兩個故事 對啊 跟那個同組同學講一下 有一個同組是做社群行銷 他可以開這種 哇 我們就是每五分鐘 就是各個地方都有一個表演 那個表演就說 欸這東西超爽的 超好吃 這桌子超棒 超棒 超棒 我覺得推力很強欸 對啊 路人 而且奇名就是各位數的人跟你說這很棒 但你就想試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說 這東西其實本質上可能已經還不錯 可能60分以上 但你被推一個超棒之後 他就會變80分 因為你其實對他其實有好感的 如果你已經是這個TA了 對欸真的很容易被影響 你知道以前我和我哥 就是我爸會帶我們去那個ABC Mars挑鞋 但我都不知道怎麼挑 因為太多品牌太多鞋款了 然後到底哪個是潮還是什麼 我就是沒什麼概念 但每次我哥 他先鎖定 可能Nike哪一雙 摸了兩三雙 然後我就會 眼光一直鎖定那兩三雙 所以我最後可能都會買傾向他摸過的 我會覺得喔 哥哥挑這個喔 氣墊原來現在流行這樣 那我就喜歡這個 對啊 這是一個商機的 哇欸 所以又有一個是一直去那個鞋墊裡面摸 對 這個很簡單吧 只要拿上來拿下去 其實你就一個打扮的潮潮的人 然後在那邊這個不錯 你很可能就信了 哇 最近這很紅這樣 哇 欸這真的是全新的商機欸 對 被套路了 而且他又閒了一下那個椅子 你就會更信他桌子 欸但信了 我覺得他是很有品味的老夫 對啊 只是看起來質感很高欸 而且他的桌面是很可愛的 對 我會想到他是IKEA 我剛剛沒有就是我本來沒有覺得他是IKEA的 所以我才問你說是什麼牌子的 因為他蠻日式的那種風格 對 難怪我一直摸 這真的很棒欸 對 他表面真的很好摸 真的 而且我覺得桌子就是要比較沉的顏色 因為他就是一個深咖啡 對 穩重的感覺 對 胡桃木色 對 胡桃木 對 胡桃木 就是偏微弱 就是微微的光 我想他是不是不開了 但老師說沒關係他可以開 然後他叫我按那個鏡子上面的一個燈 然後一按也是一個氣氛燈 沒有主燈 廁所沒有主燈 欸可是我覺得那感覺很棒欸 就有一種 幹好興奮喔 他有在裡面大便 哈哈哈 你懂嗎 有時候你去到 不知道住房間 住飯店 會有那種 哇他布置的好乾淨喔 日式的 然後廁所的氣氛很好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兩個家都不是屬於這種 你知道嗎 對 我們家是一般家庭的那種 有點雜亂 有點這樣的 懂 因為他這裡真的的確是蠻像旅館的 就是那種蠻貴的 很有質感的AMP AMP之類的 對 很讚欸 對的確就是我覺得關鍵是東西不能多 就是有時候東西多了就比較容易 對啊 我們兩個家都沒救了 對啊 講到你們的痛點 對完全是我痛點 你踩著我 真的 往上爬欸 我剛才在想說我家也不可能布置成這個樣子 我家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多 東西一堆 我爸會把我插頭 偷吐了一個 有很多燈也沒有用 不要插在那裡 浪費電 對欸 你有很多燈你都會被拔掉欸 而且你知道現在我房間是我睡覺的地方嗎 所以我有時候回房間我覺得 我房間有四盞燈 我現在可能也是開一兩盞 然後放個東西 然後阿嬤房間當書房 我會進出我阿嬤房間 有時候我可能只是在阿嬤房間多待久一點 例如說我只待30分鐘 我媽就會看到說 欸你房間的燈要關啊 就是 冷氣要開開關關 反正就是 欸對 沒辦法啦 好啦 這完全可以理解 覺得自己的空間還是蠻棒的 就常來找斯高啊 對啊 這邊就是預約咖啡廳啦 來就幫你沖一杯咖啡這樣子 來自己放空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自己 屬於自己的空間啊 我覺得那感覺不一樣 對啊 所以還是嘗試在家裡 像我現在在我阿嬤房間的書房 我也是不開主燈 嘿 我只開一個 就打在書桌上的燈而已 就蠻有氣氛的 對對對 好然後再講到 反正吃飯這一區有了嘛 就有桌子了 那其實我只是需要另外一個櫃子 可以放東西啦 所以我也是一樣找IKEA的 比較是鐵 鐵劍系列的 都在同一天 這都在同一天發生的 就那天剛好看到 他在邊邊角角有擺了一個這個 小鐵櫃 對啊 所以就買了它 覺得欸還算可愛 然後又CP值蠻高的 是哪裡的IKEA 怎麼感覺你逛那個IKEA特別不錯 我其實新裝跟新店我都到處逛欸 偶爾去內湖 就是 我連IKEA都 地台式的搜索 有差嗎 每天會不太一樣 因為IKEA裡面不是很吃那種小空間嗎 就它會每一個地方佈置的像小房間啊 然後有些地方佈置的像咖啡廳 那個東西是一個很好獲取靈感的來源 對對對的確 我覺得他們有些佈置的很好欸 對對對 然後因為那個東西又很隨機 就像這個鐵櫃 它其實平常不是這樣子用的 但是它當天被擺成這樣子 我就覺得喔 就好像就懂了 連遇到老夫婦都是隨機的 是嗎 說不定這一切都是這個 是嗎 商業的陰謀啊 我覺得這個行銷公司可以開 大概是這樣子啊 然後再來就講到說 其實我可以說就是說 裡面買的最 其實真的是最不實用的就是展示櫃 然後最貴的也是這個展示櫃 那如果你用CP值來考量 這東西它不會在CP值的這個圈圈裡面 它都叫做展示櫃了 對那我覺得要買只是 好像遠一個夢欸 超美的欸 我超喜歡你展示櫃 對因為我大概可能算一算 我跟老師大概是六七八年前 開始收集那個SML的公仔 對那就是那Sticky Monster Labs 那我以前收集了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把它們拿出來擺過 對因為我就想說啊 我以前住的那邊其實不太好擺啊 然後就東西也已經很多了 所以好像沒有必要擺 擺出來也是長灰塵 好像就沒有必要 對啊我就覺得 啊這一次好像是一個 你既然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把它擺出來了 那我一定要把它擺出來 嗯 超讚超可愛 而且老實說 如果你把這櫃撤掉好了 就的確你的這空間會突然沒有靈魂了 你不覺得嗎 少掉了一些什麼 如果沒有這個就簡約 就是這種風格 對啊 對但這是一個靈魂所在 因為是你收集物嘛 而且真的收集了很多啊 它有三層 而且每個公仔都排得超好的 是老實排的 沒錯 排得超好的 我剛才在想說 欸如果我偷放一隻悟空在裡面 會怎麼樣 你一定會被發現 你信不信 你一定會被發現啊 而且感覺會瞬間打亂那個 那東西全部亂掉 氣場被打亂 會整個亂掉 它現在超有秩序的 沒錯 多一隻悟空這整個毀了 對 整個櫃子毀了 就多那隻悟空會直接協調出 會被打爛 就跟我那個沙巴後面 我要放一個手印一樣 會整個打亂這整個空間的氣場 因為這個櫃子應該也是出了六七年的 這一款 然後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跟老師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有一天我一定要買這個櫃子 真的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好吧 那這一次好像就是 那個可以買買看的一個時機了 對 然後才第一次讓這些公仔 漸漸市面這樣 哇 真的是蠻猛的啦 對啊 而且還有一個剛才沒講到 就是這空間是市面採光 我覺得超難得的 因為以這個兩房的屏數來說 其實要到市面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我也看過蠻多間 很多真的只有一面 而且那個光真的是還偏少 甚至什麼被建築物擋住都有 但它從廚房到客廳到兩個房間 它的陽光都是灑進來很多的 彩光真的很棒 對啊很棒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其實你們兩個誇的東西 風格蠻不一樣的 阿強蠻著重在軟裝上面的 小迪士之間是這個房子的硬 就是核心阿 因為我就沒有在看 我不懂房子的世界 因為小迪今天一來 他是很厲害 他在廚房裡就待了一陣子 然後在一直摸流理台 這流理台不錯 這流理台不錯 對因為那個很特別 跳脫了一般房間的 一般新房的SOP 因為還是這樣 因為現在新房幾乎都長一模一樣 因為採光是無可取代的 因為你軟裝還可以改 採光是沒救了 對啊 一開始怎麼挖就是這樣 小迪真的很懂 對啊 真的耶 我也是學習的 我也是學習的 真的就是以後我可能也會觀察一下 那個廚房流理台阿 哈哈 小迪感覺適合當風水師 他其實很適合 剛進來的時候拿一個羅盤 你這個採光不錯 對 然後最後那個羅盤轉一轉 開始轉寶可夢球 你這裡還有補給站 對啊 你這個橫跨古今阿 哇哇哇哇 從羅盤轉到寶貝球 你這個風水可能需要改個煞 可能需要抖內個兩萬個 哇 唉不錯啦體驗很好 而且一進來 他就開始沖起手沖咖啡 然後我們喝著咖啡 我覺得感覺就更棒了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剛剛就是走到他書房那邊阿 然後我就看著他書房 我就問他說 有這樣的書房你還寫不出歌 哇 哇 我跟你講 有的是靈感 沒的是時間 才花永遠在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 報告永遠做不完 真的耶報告好多 報告比想要多多 這個真的是一個意外啦 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們剛開學一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了 沒想到報告這麼多 對多到就是說我們一到五 我已經盡力不要再一到五做報告了 然後但有時候一到五還是會用到一點時間 對但我覺得快過了快過了 你怎麼知道快過了 因為看後面的那個課綱 看起來大的報告過 而且我覺得都會要做到一次之後 你才大概知道 喔原來同學大概的努力程度大概到哪裡 因為每個人可能上班都很忙嘛 你有點不太確定大家 到底多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有一個譜之後 你比較會好好的運用時間 你大概知道你用了幾%的心力 然後或者是在報告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是要上台報告 你掌握到一些節奏 然後講個一兩次之後 你就大概理解 喔其實也不用那麼緊張 順順的去過就好了 對啊對啊 我覺得跟組員的默契還蠻重要的 對對對有點這個感覺 因為相處了也一兩次了 所以其實會知道 欸大家會分別負責什麼部分 那最後誰來怎麼統整 然後怎麼樣的 對啊而且我覺得欸真的 上台報告有差耶 因為我覺得我們也很很久沒有去 對外有一些公開的說話之類的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禮拜 禮拜二跟禮拜四的課 我們都有報告 對然後所以到禮拜四的時候 那次報告 我覺得我們兩個表現就 我覺得鬆很多啦 就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對啦 所以我覺得快了 我就要快了 不然愧對這個空間嘛 對不對 愧對藍金石嘛 愧對大家的期待嘛 還愧對那個彩光 光這樣煞在你身上 再不寫出來 我就在那邊挖一個洞 我自己跳進去了 外面草地 我就住在那個草地上 而且你不是要把歌寫出來 你還要把這邊買下來 藍金石不就是要給他 這麼多能量 我以為藍金石 原來是這樣 工作上的表現 表現就會轉化成金錢 哦 對啦 好啦大概買東西的風格 選品風格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講到 其實重頭戲就是燈的部分了 用你的那個自動化系統 我覺得要你的室內看起來 有那種氛圍 其實就是它不能太亮 然後要有黃光嘛 對然後每一個東西可能都貢獻一點點光 這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不能是主燈 不能是主角 他的核心概念是這樣子 哦 對就是沒有主角在裡面 你看起來你會覺得 其實大部分人都暗暗的 嗯 對所以它就會營造出一個風格 而且每一個色溫會不太一樣 嗯 比方說這一盞就特別黃 對然後這一盞可能白一點這樣子 會是這個概念 你的色溫是可以藉由APP裡面調的嗎 對對對 就是說 因為IKEA它其實有賣一個東西叫做智慧燈泡 那那個智慧燈泡現在我覺得菲利浦可能也有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可以連接到一台 IKEA它也有自己賣一個叫做橋接器的東西 嗯 對然後你透過這個機器呢 它就可以通過Wi-Fi 然後在APP裡面控制這個東西 嗯 對然後也有了這個東西 其實你只要有這個橋接器呢 其實你不用用IKEA的APP 因為像我就沒有用IKEA的APP 因為你就可以接上你的Apple HomeKit 對然後Apple HomeKit 就是你只要室內有一台HomePod mini 你就可以把這整個串起來了 對 接起來之後你其實就可以設定很多東西 比方說每天日落的時候呢 它會有這樣子的微光 哦 對就是有時候 因為你有時候回到一個空間 那它如果是全暗的 你心裡難免會覺得空空的嗎 但它如果是亮的 就是一個回家的模式 哇 這個講求這個流程跟一些 你知道回家迎接我的是什麼嗎 我那個神明做的紅光 那種回家的感覺啦 神明在等著我 你家也是嗎 應該很多人家裡都是這樣 後來沒開紅光 但是 但是我完全懂你在說什麼 我家會全黑 因為我爸要省電嘛 但神明燈不會暗 哇 這個生活真的很有情調耶 我覺得很棒 我是蠻喜歡的 就是對 做不到 目前做不到 紅光也很有情調 紅光很棒 我們現在就調成了紅光 紅光很棒 對有種被神明庇佑的感覺 真的 真的是這種感覺 我有一個感覺是 你剛剛叹了一口氣 很像韓劇裡面的一些 主角家的裝潢 對 不是說那種公子哥的 而是就是一般人家裡 所以很有質感 然後你知道 韓劇男女主角 那個男生都會做一些浪漫的事啊 調個燈光 然後燭光晚餐 大概就跟現在這個氣氛很像 有種很有質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後來有一個結論是說 如果你要讓你的房間看起來 感覺有一點點 所謂的質感 或是很舒服很chill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 可能燈光的元素就佔了70%左右了 對 因為有時候你就算這些東西啊 一樣的鐵劍 然後放在一個全部白光 然後主燈亮亮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我真的很像補習班 欸沒錯 你懂嗎 就是補習班喔 冷光 阿翔的房間也有那個燈光 對啊其實是啊 阿翔的房間其實也是這樣 你真的不用買一顆那個七彩霓虹燈的球 對啊 Disco球 對Disco 我也買了一顆 欸那風格也很超跳的欸 不然我不會跟你買一顆 所以這個空間裡面講這個 有點丟臉 欸那個是另外一個 上到檯面 那是另外一個風格 沒有沒有沒有 但真的就是你可以懂就是燈光 後面這些小家具或者是你怎麼擺設 這都是可能是很很細微的東西了 對但是有時候燈光打下去 對啊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欸 那個燈光是一種很柔和 跟很包住你的感覺 對啊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晚上住在這邊 然後喝一杯啤酒 那個燈光調一些奇怪的顏色 都會蠻有感覺的 對啊 爽死欸這就是生活欸 真的爽死欸 真的是生活了 所以我是直接在這個沙巴上睡覺欸 可以可以可以盡量睡盡量睡 那沙巴上可以吃洋芋片嗎 可以啊可以啊 真的可以啦真的可以 芋芋片可以掉出來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是芋芋片有油欸 你乾脆不要直接把它捏碎好了 對你捏碎直接撒在上面好了 對你捏碎直接撒在上面好了 不需要有吃的流程 我們再帶一些狗狗貓貓來把它吃光了 哈哈哈哈 田地板這樣 所以我覺得 心得大概是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 好棒喔 其實我覺得蠻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的 因為大家都想要佈置 其實你只要掌握一些小小元素 學習了 因為真的都沒有用到任何硬裝潢 其實就是靠一些小家具器 然後主要就是靠燈光把它撐起來 真的很棒欸 對啊對啊 因為現在很多的裝潢都會直接裝很多系統櫃 對 可是有系統因為一裝 它就訂在那裡了 對對對 可是像你自己去IKEA買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就不符合你的這個 量柱的高度啊 有的沒的 所以就會有一種 欸好像只是擺上去 就沒有這麼完美 可是思考挑的就是蠻好的 但我覺得它不用有櫃子原因 也是因為它東西很少 這倒是 像我 是啦 就是它 嗯這它風格 對啊 它這個環境就很有它的Style 真的欸這也就是石鎬兩個字 嗯 印在各個地方 雖然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就是 因為剛剛講到狗狗毛毛 我想到一個超可愛的故事 就是說因為阿輝沒有來過嘛 但有一天我們在這邊發現阿輝的鬍鬚 欸 蛤 但它不知道是從哪一個家居 或我們誰的身上來的 真的 那我就超可愛 所以我現在展示櫃裡面 就放著阿輝的鬍鬚 蛤 就有一種阿輝已經來的感覺 感覺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嗯 導揮也很適合這個空間欸 鬍鬚可以許願欸 對啊 那可能要許一下 意外的撿到的可以許願 而且是在一個他其實從來沒有來過的地方 對啊 好酷喔 欸這不是阿輝的鬍鬚嗎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哇 那再講到就是說 一進來玄關有一個鞋櫃嗎 這算是比較多花一點點心力的是說 因為IKEA它有一些小小的系列 是你可以自己去客製選顏色阿 然後選你要什麼樣的組合 那那個鞋櫃是算這樣子選出來的 對 那因為這樣選出來其實CP值也相對高一點 然後比較能符合你要的東西 嗯 對然後再來就講到 你們剛有沒有看到我掛衣服的地方 嗯 它其實也是一個相對便宜的一個選擇 它就是一個開放性的鐵架 嗯 對然後你也可以在上網直接去選你要的 丟公分數上去 它就直接你在上面排一排 然後排完它就直接可以下訂 然後來的時候它就幫你裝 然後也是相對便宜 因為你一般不管是做系統貴 或者是你要買一個真的完整的衣櫥 它只要能封起來的我剛剛看起來 可能都要七八千塊以上 嗯 對但是你用一個開放鐵架不到三分之一就解決了 嗯 而且很好看開放鐵架很好 可能我現在衣服也少啦 的確是 而且又剛好你衣服風格很適合 啊對因為我衣服顏色都差不多 對對對但很好看欸 然後比較貴就床 因為床就真的是沒辦法 但我床也是選了一個比較相對便宜 因為本來我還一度去看到一些比較貴的床 因為畢竟我們以前 有Emma床墊的經驗嘛 我想說是不是真的要買到什麼 比較厲害的床墊 但後來呢我去試堂 我發現哇靠 IKEA的最便宜的床墊 我也覺得好舒服喔 嗯 原因是因為我以前睡的床墊太不舒服了 我長期都在睡一個很像木板的東西 所以只要任何有軟的東西 幹我都覺得超棒的 欸所以我其實那個限度需求超低 我完全懂你欸 我這才發現幹原來這樣就夠了 你知道我就是因為以前睡在一個木板的東西嘛 對 然後所以說就是我其實睡地板我也沒差 因為那就像在睡我的床一樣 嗯 結果後來睡Emma床墊之後 如果我去睡地板 我開始身體會痛 哈哈哈 我有點由奢入簡單欸 對 這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了呢 對啊 就是說本來我在地板上 那個尾椎那邊都不太會痛 現在整個地方我要墊東西 哈哈哈 真的真的 因為我還一度去試過那種就是棉豆腐那種床墊 就是比較貴的 然後單價比較高 欸很舒服 我也覺得很舒服 然後後來最後想說我真的要花這個錢去買嗎 啊我就去IKEA睡一個便宜的 哇也很舒服 我就懂了 因為我原本睡太不舒服了 那我不需要衝那麼高 我只要比原本 我覺得舒服就夠了 對 哇 對那這才發現幹我原本就是在睡木板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沒錯 但是這樣蠻好的 因為這樣你其實欲望就會很低 嗯 因為你沒有體會過什麼叫好每個都好 沒錯 很屌 這心態蠻屌的 我剛才在想說 要送他一個東西我要送什麼 我已經想好了 蛤 我要送到悟空啊 哈哈哈 我覺得他一定沒地方可以擺 哈哈哈 欸 我跟你講就是悟空就在掌握他鐵架上也很奇怪 哈哈哈 一個超級賽亞人在那邊這樣 哈哈 一個超級賽亞人在那邊會超好笑 我現在我現在哪一隻來你就擺擺看 超越時空 你把它拍下來 這真的哪裡來的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悟空 他剛才走錯卡通了 哈哈哈 走錯棚了 今天不是拍悟空 超好笑 好啦很棒啊 我覺得很棒欸 就看到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還是我有一個理想說 啊有一天如果 可以真的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對啊就是 真的是很棒 打造一個自己的環境 就是一個音樂人的一個感覺 沒錯 然後有些 他就看到一些小吉他很可愛 啊 放在那邊展示這樣 Lego的那個 超可愛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老師送的 就以前 但這都是我過去幾年的生日禮物 然後第一次被擺出來 哦 對 那把吉他是老師上禮拜才把它組起來的 哦 然後這個回到未來的也是 這個 這台車也是可能前年的生日禮物 讚喔 大概是這樣 好啦期待 因為我們現在下午錄音嘛 期待晚上 因為 晚上我們算有一個 Party局嘛對不對 對 就是工作室的烘趴局 然後 石膏特別去了一個 日本的超市嗎 欸 介紹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蠻屌的欸 我覺得一般人比較不知道 就是有一間日本的超市叫 Lopi啊 哦最近來的對不對 對 他很能最早在台中開 嗯 對然後他最近在這個新裝跟中和 好像都有開 昨天就是因為想說我們 前幾次烤肉都是去Costco 所以想說這一次 既然要開趴 那我們就換一個方式 就換一些不同的肉圓啊 對 然後想說試試看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去Lopi啊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 賣很多日本的牛肉 然後日本的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但都相對蠻便宜的 因為Lopi啊好像本來是 在日本是一個肉鋪 專門賣肉的 是哦 對然後後來發展成超市 然後現在進駐台灣 你就可以在那邊買到很多 日本生鮮的食品這樣子 嗯 對其實Donkey Donkey也有 嗯 但我覺得風格又不太一樣 因為Lopi啊相對比較小間 我去的這間比較小間 嗯 他就更像是一個全聯的存在 他的大小 哦 對然後裡面很多黑毛和牛 像我今天我們 我買了很多和牛 但我買很多都是邊角料 嘿 OK的 這樣就夠了 但我覺得這CP值很高 我跟你講這樣就夠了 我是睡地板的人 這樣對我來說就是 對因為邊角料 一盤和牛300多塊耶 超便宜 因為如果他切的方方正燈很可愛的 那個可能要六七百塊 哇一半的價錢 當然是超便宜的 對但可以吃 我覺得我們都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我覺得看照片他這個價錢真的是 我 蠻甜的 對對對 然後因為想說要多吃生菜 你知道生菜是我昨天 我跟老師買到12點半 欸 哪裡可以買生菜買到12點半 欸 佳樂福24小時 OK 我覺得蠻不錯的 哇 已經太期待了 配了這些生鮮食材 然後再喝那個蘋果汽水 哈哈 哈哈 肚子好餓喔 真的 等一下要不要先吃多粒多汁 大家先吃餅乾吃飽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因為前陣子我剛好 就在看大家在講裝潢的時候 這個年代有一個東西叫做 millennial grade 哦 就是說millennial是說 泛指其實大概是 小迪跟石膏那個年紀的人 還有我姐 啊 就說你們這個這個世代人 非常愛灰色 哦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millennial不想要白也不想要黑 他就是選擇灰色 嗯 然後所以其實你現在看很多裝潢 或者什麼 你就會發現就是有超多那種 有些人的家就是會整個散發的這個 millennial grade的狀態 哦 然後我剛剛就有在看一下石膏 可是石膏的灰好像都比較深一點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那麼樣板屋的感覺 嗯 的確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其實蠻有感覺的 因為最近可能看到有些人買房啊 或怎麼樣 其實裝潢會有一種 老實說雖然大家住的都不太一樣的地方 嗯 但最後裝潢其實會有同一個風格 啊沒錯 的那種感覺 那那個好像就是現代這個年紀的人 會喜歡的一種 就所謂的簡約 但是又沒有到那麼白的簡約 它是一個藉著 就有點中性那種感覺 嗯 對啊完全好像懂你在說什麼 如果今天可以讓你打造你自己的空間 你會想要像你現在房間這樣嗎 還是會有一個全新的風格 例如說你今天有一個石膏這樣的空間好了 嗯 你覺得裡面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就我裡面應該會有很多顏色 哦 更繽紛一點 對對對我不會這麼黑 哦 就是會比較多顏色一點 那有什麼必備的一些元素或單品嗎 哇還沒想到 我會想像哦 如果要把你房間複製過來這邊 你那些東西都會帶過來 你會全帶嗎 還是你會決定來一波斷舍離 讓這邊的東西少一點 你覺得呢 嗯好他不會 我絕對是空間越大我東西放越多啊 你以為就是我會 我沒有我這輩子沒有要斷舍離啊 哇 我就是會一直買沒有用的廢物 我興趣就是買廢物 我今天滑到一個 一個小短文啊 蠻好笑的 你說 就有個女生就好像很喜歡買這種廢物 超愛買廢物的 好像就一個東西插在插座上 然後就是會發光這樣 然後發一個照片 然後他爸好像就說什麼 你有買這種沒有用的廢物 然後那女生下面就說 可是他會亮耶 你懂嗎 就是 剛好那所以呢 剛好就蠻靠北的 就是可是他會亮耶 提問 他那個是插在插座上 就是會亮的一個東西 我有點忘了 就一點都不重要 反正就是一個廢物就對了 提問 點哥會把那個拔掉嗎 一定會啊 以前我媽的房間有這種東西 我昨天看到他掉在地板上 被他拔掉 被他拔掉 他不只要關掉還要拔掉 就是感覺顏色會多一點 然後跟奇怪的東西會多一點這樣 對的確是 你的風格應該超屌的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可是實搞的也很讚 所以為什麼那小迪呢 對老實說 我的風格絕對不會跟我房間很像耶 我思考一下喔 我思考一下喔 你會放神明桌嗎 我這問題很難回答 不是 這牽扯到一些家族的議題 神明一定是要存在的啊 只是看存在在哪裡 所以說其實小迪現在的房間 其實不是你喜歡的風格 我覺得不是啊 以前想要嘗試改變啊 可是老實說 因為有時候你地板 然後你的系統櫃的顏色 然後一些方位已經決定了 床頭櫃顏色 其實能動的東西不多啦 對啊 那後來就覺得 而且房間的東西也很多 所以後來就 才會把書房改到就是阿嬤房間嘛這樣 對喔我覺得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可能是這兩個綜合 就是工業風跟北歐風的綜合 這是什麼 其實跟思考這個有一點類似啦 工業風就會用很多 比較黑的元素 黑的鐵劍等等 然後北歐風就是比較輕嘛 就是明亮啊 然後彈色系的木板等等 對 我超愛奶油白的 奶油白真的很舒服欸 對啊對啊 但有時候因為你比較難去改一些 這種比較硬的東西 你就是靠燈光把它燈光挑暗 你就可以得到類似奶油白的感覺 知道是 就我家啊 我家是死白啊 那你就可以靠燈光去把它 然後有大燈死 好像是說不知道是怎樣 我爸媽是比較不喜歡黃光的那種 所以就是那個燈光 就算我想要那樣也沒辦法 然後我在我房間的時候 我想開黃光的時候 我就會說他在讀書 這樣眼睛會不好 所以他就逼我要把那個光 調成就是白的 我真的很討厭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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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句回到是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所以你今天跟其他人共享這個空間 你就得配合大家 對 這是真的 我在我媽的房間就只開那個出桌燈 然後就是蠻有氣氛的 會覺得讓我有一種 比較可以專心在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我媽走進來說 欸你這樣會太暗啦 幫你就是要打開 然後又上面那個燈全亮 有一種很像我現在突然全弱的感覺 我懂 我完全懂 因為當你燈光聚焦在你的電腦上跟書桌 你會覺得眼神所有聚精會整在上面 對 因為平常會打擾我的東西已經很多了 什麼貓啊 有的沒的 我爸媽這樣 然後一打開 就是無所遁形 的確是欸 我也很喜歡昏暗的地方 那在這邊晚上可以感受一下 這邊就是走一個完全昏暗風 完全是 你也 還好你家族遺傳眼睛好欸 不然如果我在這 我可能會再近視一百度 黃斑步並變 一進來什麼都看不到 那最後其實我們剛才聊了蠻多室內的空間 然後我覺得 思考住的這個地方有個非常特別 就是它外面有個超大的草皮 真的是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很美 但現在就是綠油油的草皮嘛 所以有好奇說你想要在 那個草皮上做什麼嗎 或是說你想要怎麼好好利用你這個陽台這樣 我這樣想起來 我應該是暫時不會做 因為 要動到園液 感覺都要花心思 我光是有時候那個雜草漸漸漸長出來 我這幾天有買了一個手套想要拔雜草 但拔完一次我覺得有點累 超累的 我一直想到我當兵的時候 超累的 心情好像沒有很好 我當兵拔這麼多雜草 我現在還要拔 所以我就 對我就把手套收起來了 對 但我還一度有在看割草機 因為有一些那種電動割草機好像可以除的更乾淨 但我就只是看看 我覺得我沒有想要入這個坑 可是那個草是不會長到就是跟人一樣高的 草皮本身不會 因為它草皮是類似那種韓國草 它就是還是會有點稱之不起來 要秀一下比較好看 但是因為它會有一些真的就是雜草 就那一根它長得很像蔥的 如果蔥就算了 像蔥的 現在全部改種蔥 其實不錯啊 這很可愛 而且你很喜歡蔥啊 對 我跟你講 如果再花時間在那上面 我歌就真的不用寫了 所以我現在不幫自己開任何戰線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定的機率 會去處理那個草皮 當它開始處理開始歌 你就會想說 那我還不如來弄一些什麼什麼 它就陷下去了 就覺得是一個新的戰場 尤其是因為它書房又可以看到外面那個草皮 對啊 它絕對是要一致的連貫 我就突然發現 怎麼有一根長那麼長 罵我要去把它拔掉 就開始拔了一根 又有一根好長 然後就繼續拔 然後就想說 不如買割草機比較方便 就跟它借那個真空包裝袋 我覺得是 所以我也算了解自己 所以我避免自己去陷入 所以我第一根都不要開始 割一割就開始想要整地了 整完地就想要施肥 就開始想要種東西 然後開始變 當小農你知道嗎 哇 絕對是這樣 小農會被買到 絕對會這樣 心動了 因為我對那個草皮 我都有一點想說去整理它一下 就連我都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它應該 它很癢 小農 它不敢動 小農它有興趣 它不敢動 很麻煩 對它不敢動 你剛剛那個是蘋果 就是說亞當與夏娃 吃了那個整理枝 它種下了一個 我覺得種下了一個小農蘋果 對啊 有時候東西超展開就是這樣 我們接下來可以期待它 有時候可能會定期 就是給我們一些農產品 對我剛才是蠻期待說 如果下次 因為可能下次來可能也是隔一陣子 那它的室內一定會有改變 可是我是期待它外面一定有可能 所以絕對都不會是長現在這個樣子 哇 種蔥這想法是不錯 還可以種蒜頭啊 對因為通常用種蔥可以交朋友 這是我家種的蔥 可是你有想要交朋友嗎 是沒有啦 給你們啊 沒有什麼情境下 會跟人家講說這是你家會種的蔥啊 對啊怎麼可能 可以告訴我嗎 你剛剛怎麼會有這個情境預設啊 你應該 切一切自己加在公文湯裡面吧 應該是想像說 自己在煮泡麵的時候加蔥吧 對啊 怎麼會是跟鄰居說 這我家種的蔥 好吧好吧 真的是很奇妙 這真的是想多了啦 想多了 這的確是 對但老師送我其實 不只是這張露營椅 還有一個露營餐野餐店 今天還有一個野餐桌 所以今天就是會在這個草皮上 共渡我們這個烤肉時光 我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 他買了一個看起來很屌的烤盤 烤肉爐 對 昨天我大概四點睡 因為我昨天回到家 整個弄完也大概兩點多了 然後在床上想說 幹明天要吃烤肉欸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Bruno的電烤盤了 但因為電烤盤的一個小缺點 就是說它沒有地方油不會流走 所以它最後會有點像煎肉跟炸肉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今天這些肉也是蠻特別的 如果都一直在吃煎的 會不會少一味 然後我就陷入了這個局裡面的 感覺很麻煩的 所以我就開始 滑說那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這次就設定 不要用木炭烤 因為用木炭烤蠻麻煩的 事後清啊 然後還有那個 每次吃完那木炭 鼻子都會有一隻木炭威 會持續個一兩天 蠻討厭 就想說欸幹 那有沒有什麼折中的方案呢 然後後來就一直滑 滑了一個小時 你就看到欸 有一個牌子 它是就是做卡式爐的 然後它有出一個是 有點像是直火 你就可以用卡式爐上面火 它就直接是一個烤盤 我直接拿出來給你們看 哇他竟然買烤盤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剛剛老師去幫他拿包裹 然後老師回來 然後就問他說你買了什麼 欸這好認識喔 他就不說 喔好酷喔 對啊然後呢 就拿出來是這個 他就說喔因為這個 我們今天會用到 想說原本只有一個Bruno的話 感覺不太夠 然後什麼 老師就問他說 你知道還會有這麼多這種 你會用到的常喝嗎 他說喔這個我自己也可以用 真的欸 你在家其實就多了一個 我自己也可以用 我自己會烤 你要喝啤酒烤肉 欸這個其實在 現在一些燒肉店會看到欸 現在有些燒肉店都放那種 小小的一個小炭火機 哇 然後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我真的喜歡 我訂 今天沒送到 我不就白吃了 所以我就看 通常PC用24小時 它大概就真的都會 那個時間到 然後因為昨天剛好PC用上面沒貨了 只有Momo上有貨 那Momo是寫個數嘛 對 所以我就去查他那個數的定義是什麼 那數的定義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凌晨12點到早上10點之間定 是如果你在新北台北區域 然後還有桃園基隆 他可以保證你就是在晚上10點前收到 嗯 對所以我就增加了一點信心 想說好10點 10點我們就算是10點才送到好了 那烤肉還沒有結束 還可以拿出來烤 然後後來就想說 欸其實因為10點通常不會有配送了 對所以理論上是下午就有機會收到 然後因為我昨天買的一個 食材是串類的 所以想說剛好可以用 讓大家有不同的味道 好期待喔 這個人真的是 真的好期待喔 其實真的很棒欸 我覺得當他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很懂得享受生活 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某方面搞媽 希望他好好生活這件事 嗯 是有催化完成的 是有啊是有啊 我覺得父母的一些觀念的傳遞 還是有影響的 是有在 嗯 對啊 跟我看到插座都有點 我會特別注意一下 我真的比一般人敏感欸 對啊 很期待欸 我覺得這個烤肉會很好玩 就是因為 你有人買這個是不是 對因為這個他會濾油 我覺得用直火烤起來 我還在講這個字 嗯 那個味道應該不太一樣 蠻好的蠻好的 對啊 但因為想說今天這麼多人要來 就是 讓大家烤個盡興 哎呀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些那種 燒肉訂閱制欸 欸 你知道之前干貝有出燒肉訂閱制 哦 然後每個月固定配送肉 還什麼到你家還什麼 好 不知道有沒有提供你器具 我已經忘記了 還是可以租 所以當然就是有這種方案 我覺得蠻適合你的 哦 但我一個人 我覺得我通常一個人 我只會吃泡麵 比較麻煩這樣 欸對這次我講到了 就是說其實是因為大家要來 我才會覺得這地方 我覺得才會覺得 需要買這些 對啊 那老師剛剛問你說 你這樣一個人自己 你在那邊說 你一個人也會考 哎呦 剛剛那個是一個謊言吧 邏輯矛盾 講都要這樣講 人質矛盾 不然你不要被罵了 我總不能跟他說 我就是為了今天吧 他為了要滿足這個 他媽的我目睹他 目睹這一切 他很義正言 只是說我平常也會考 我覺得他 我還信咧 他了解老師 我想說 感覺他的確是可以配著啤酒 然後 沒有沒有我平常在那邊 那麼費工 我覺得煮泡麵 已經是我的極致了 欸話說說他啤酒 你知道我最近喝到蛋粒 我覺得很好喝欸 啊蛋粒不錯 蛋粒好喝欸 對 蛋粒是什麼品牌的 麒麟的嗎 綠色的那個嗎 他就寫蛋粒 對綠色綠色 他也是標檔 他上面寫70% 他就是標榜 他也是減糖 然後熱量比較低的 好喝 反正有這個烤肉爐 大家就可以常來烤肉了 期待下次可以吃到一些 小農產品 我們現在開始種那個種子 杏鮑菇 對不對 你不只要跟他講小農 你還跟他講說 小農可以種出什麼 他就開始幻想 你要具現化這個東西這樣 你很懂他欸 大家都知道這個 鼻子的弱點 鼻子的弱點 他也怕你啊 怕你搞炭火啊 你也是他的弱點 昨天 昨天我拿著美工刀 然後就是因為美工刀 好像還凸一小小小點鐵片這樣 然後我只是開玩笑 他就說白癡喔 白癡喔 白癡喔 你如果沒說進去啊 白癡喔 他生氣欸 他生氣欸 他一直後退 白癡喔 幹真的很白癡啊 幹他那時候都沒有發現那個 美工刀沒有收乾淨 然後一直在那邊講話 你一直在那邊晃人晃去 而且他旁邊又偷偷 就這兩個人湊在一起 超危險的 那時候那個講白癡喔 真的是很少見的情況 我覺得不錯 他嚇到了 我嚇到了 幹超可怕的 我要避免一切會受傷的那個 被你們弄傷 哇欸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弱點 對啦很不錯 對啦很不錯啦 期待了 今天蠻多這個選物上的小細節 我覺得都可以拍給大家 給大家看成品啦 因為我覺得可能蠻多人 也是租屋組嘛 然後你今天在選購一些小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學習 對因為畢竟我覺得這些真的是我的學習欸 是我在IKEA這個可能 這一次閒晃了不知道幾個小時 六七八九十個小時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晃來晃去 我才晃出一些心得的 一個兩大心得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靠這些小小的鐵劍可以撐起一些什麼 但是最主要影響空間的呢 我覺得還是燈 謝謝石幹員 ok 所以有一些台燈啊 然後有一些暗暗的燈 都可以讓你的氛圍感被帶出來 沒錯真的 然後最後我覺得植物 我本來想多買啦 但老師說你先自己拍完 活過三個月你再說 欸老師的很懂你 我其實蠻期待說那個龜背 遇到會變成什麼樣子 雖然他剛剛說的掌心牙 龜背玉蠻能撐的 這倒是小盆栽可能比較容易 我跟你講下次來可能還是兩盆 但已經換了 我們等一下注意把它拍起來 會換會換 欸可是你剛剛說植物一兩趴 但我覺得植物不只一兩趴欸 真的喔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很畫龍點睛 畫龍點睛 所以雖然它是一個睛 但是就是會 就是瞬間我覺得 至少我加個20趴 我也覺得 至少二三十 你看喔你現在把植物清掉 拿掉 就是 空了很多 藍筐中間者出現 啊 唉唷 我到了到了我在7分前面 渡國在公園旁邊喔 對對對對對 好那我走過去那邊 好OKOK 好 OK 拜拜 請老師去帶他 去把那個烤盤退掉 哈哈哈 老師聽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崩潰了 退掉 白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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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掉 真是不錯 我為了要證明這個烤盤 我會一直用 我開每天都吃烤肉 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講都沒有用啦 他現在也不在遮 白癡 白癡喔 白癡喔 我去尿個尿 他不收耶 去尿尿 玩掉了 嚇到了 好的 那供大家參考 那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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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